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哈喽 很高兴今天晚上可以跟大家在直播上面又见面了 那今天是我们这一次的直播系列里面的第三个礼拜 前面的两个礼拜呢 我们跟大家聊了很多包括财经的平方创立的初衷 那总经成绩单操盘人必看 这两个非常主要的单元是怎么样子的来建立的 那除此之外呢也跟大家介绍说 其实财经的平方建立的初衷 一直就是希望打造这些单元 打造这个好用的主牌 那可以提升大家在投资上面的一个分析的效率 最重要的是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为自己的投资来负责这样 那今天一样是我跟Rachel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单元 今天的单元不太一样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全球观测站 那会跟大家带一点部落格 那有别于以往我们讲比较多的基本面的指标 还有基本面的数据之外 今天其实会带到蛮多就是筹码 还有全球资金的一个流向的方向 就是今天的内容 所以呢 讲这么多重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为自己的投资负责 然后财经领方创立的初衷就是希望可以挑战人类的一个弱点 就是懒惰这样子 希望大家真的可以投资完以后 常常不来确认这些数据为自己的投资负责 所以这个礼拜的一个参加抽奖 留言也可以抽到三个月的M4的一个试用的借账 但这一次的留言的方式有一些不一样 我们希望投资朋友们可以彼此互相提醒 就是给他一个两个朋友 然后留言说要为自己的投资负责 那彼此提醒常常回来财经领方上面去确认这些数据 有没有出现一个反转 那一样在直播的一个时段之内留言的朋友们 都有机会可以抽找三个月的M4使用 然后明天呢会公布这样子的一个抽奖结果给大家 好的,那我们陆陆续续也等到大家都上线了 那今天想要问一下Rachel 就是说在我们前两个礼拜介绍的那两个单元之外 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 好,我们先回顾一下前两个礼拜讲的那个单元的重点 简单用几句话就带过了 那第一个礼拜我们讲了总经成绩单 然后我们把各个国家分门别类 然后讲出这个国家它的关键指标是什么 然后最后统整成紧细循环图 透过紧细循环图来告诉你说 这几个国家分别在扩张趋缓衰退还是复苏的一个位阶上面 然后这一个月其实这几大重点的国家里面 有一个国家它的向线位置反转了 真的吗?就这一个月?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在美国、台湾、中国、欧盟跟日本这五个国家里面有一个国家出现了反转 对,那你现在是要问大家的意思是说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然后也可以抽货吗? 好啊,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到这件事情 好啊,那如果大家有注意到是这五个国家的哪一个国家出现了一个反转 它是从付出特别来到了第一向线喔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下方告诉我们是哪一个国家 告诉我们其实你有在follow有在为自己的投资负责 一样可以参加进这一次的筹奖 嗯,对,然后其实像总金成绩单它就是透过市场 透过国家的方式来去分约别类 告诉你说每一个国家的一个最新的状况 最新的景气位置在什么样的阶段 那操盘人必看也就是上个礼拜的单元 它的单元是在告诉大家说 欸,透过商品的分类 刚刚是国家嘛,刚是市场 那透过商品,这么多的商品的分类 然后我们找出说重点的商品和相关的指标 然后最后... 纪念连结 对,然后最后统整出M&G本面指数 大家也可以在这里一目了然的看到说 那就商品而言 哪一些商品的趋势是在好转的? 哪一些商品的趋势是 基本上是在转叉的 你可以通过这边来观察 那所以一个是市场 一个是商品 那我其实一直在强调说 总体经济为什么那么值得推广 就是因为其实总体经济它 看得懂它 你其实就看得懂相关的股 会债源目标 所以Rachel常常讲 看得懂总金 你就可以操作全球的股 会债源物料等等的投资商品 它是这些商品的最基础的 一个市本面的状况 所以今天其实最主要要带到的单元 是我们的全球观测站 这个观测站里面 就会有非常多的一个相关的商品 包括说外汇股市 ETF原物料这些主要的一个商品 然后它的一个资金的流向 它的价位相对的位置 现在到底是在涨什么 我们想要再透过这一个单元 告诉大家 然后更重要的是 这个单元还有大额交易人持仓 那大家可以透过这个大额交易人持仓 看到说 这些大户它在布局什么样的 全球的大户现在看多什么 对 哪一些商品大户是在加码的 哪一些商品大户是在减码的 那今天我们大概就是会 透过全球观测站来分享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好 因为全球 虽然看多种 我们今天就可以操作全球的商品 它是一个基础 但是其实全球的商品还是非常的多 就是琳琅满目的 那怎么样财经的平方的来整理 可以让大家更明确的知道 这些商品怎么去做分类 提高大家的投资效率呢 好 我大概就 我们今天就用外汇观测站来举例好了 好 外汇观测站也是 我们这个全球观测站里面 第一个做的单元 好 对 我们就来看外汇观测站 那其实外汇这项商品 这个东西啊 它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 其实外汇的走势 这个货币的升贬值啊 它代表的是 这个国家经济强不强 然后资金流到哪里 是流到哪一个国家 流过去那个国家的货币 才有机会升值 对 所以你其实可以看到资金的流向 第二点是 其实我最近 很有趣 我听到有一些朋友 他会询问我说 有一些金融机构 在推荐他商品的时候 推荐他相对高利的一个货币 你是说外汇存款 有一些高利的一些活动啊 对对对对 朋友这你以前已经很了解 很了解 这样子 金融机构常常会有这样的campaign 但是我要提醒各位的事情是 当你 因为这个国家的利息 而去购买它的时候 相对要留意到 这个国家的汇率 是在贬值还是升值的哦 因为如果你 投资了很高利的一个货币 但是它却贬值了 譬如说三成到五成 是过去的两年都有发生过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这样子你 汇损 汇率的一个汇损 其实是没有办法 cover你的利息的 对 所以其实最重要的 还是这个外汇的走势 这个外汇的基本面 迟不迟的投资 对 这是我们很想要强调的一件事情 嗯 那看懂外汇 到底 会不会很难 我自己觉得说 应该不简单吧 我自己觉得说 看懂外汇 所以你一定要掌握两个重点 好 第一个重点是 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代表这个国家的货币 这个国家 它的货币政策 是在做怎么样的一个方向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了解 这个国家的货币政策的大方向 是在紧缩还是宽松 可以这么说的吗 对 当一个国家它是在做紧缩 也就是它可能是在做 升息的动作的时候 相对其他国家它如果没有 这样子的动作 那你觉得资金会流到哪里 应该会流向升息的国家吧 因为钱存到那个国家去 感觉历史会比较多 然后历差也会比较大 对 所以其实你 当一个国家它在做紧缩的动作的时候 其实对它的国家的货币的需求 就会增加 那相对的 这个国家货币就容易升值 这是第一点 影响货币的供需面 第二点 影响货币的需求面 还有一点就是外贸的状况 就是贸易的状况 举个一来说 好了 当这个国家 它要出口一个产品 然后市场对这个出口 非常的 需求非常高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要换成这个国家的货币 因为我想要买那个国家生产的产品 我必须把我自己国家的货币 换成那个国家的货币 才能够去购买它们的商品 对于酿值国家的货币的需求应该会提升 对 举个一来说 如果像台湾它的一个出口 是非常强的 相对于 大家就会很想要把钱换成台币来买 必须要换成台币来跟台湾购买商品 对 所以台币就容易升值 大概是这两个方面 大概再统整一次 最主要的是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 另外一个重点是 这一个国家的外贸状况 喔 Rachel其实在这个稿的时候跟我讲过 如果你这两个因素搞不懂的话 就表完换贵 如果你没有办法掌握这个国家 它的一个货币政策 它的基本面状况好不好 或是你看不懂这个国家的一个外销的一个状况 还是只好不要碰外币 但是听完Rachel这样讲完以后 我们大概就知道了 全球货币大概就受货币政策 以及这个国家的一个出口 一个外销外贸的一个状况来 来去影响它的一个外货的需求的一个走势 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重点的时候 其实财经人平方的外货观测站 就很一目了然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把它封成三个区块 第一个区块呢 是欧美的货币 就是在最左边这边 欧美的货币呢 它其实呈现的就是 比较受政策影响的货币 然后比如说美国啊 美国大家很关注联准会啊 或者是欧洲央行 他们有没有一个调升调降利率的动作 对这几个国家 它的货币政策紧缩还是宽松 影响它的外汇都非常的大 另外两个区域就是 中间这个区域是亚洲货币 跟原物料货币 它们是受贸易影响比较深的 那像亚洲国家大家都知道嘛 都是进出口国 台湾 中国 对 原物料货币就是这几个货币 它其实受原物料的影响都很大 所以外汇的重点分两个 一个是政策 这个国家政策 一个是这个国家的贸易 我们就把它区分为这三大部分 对 那这样看起来我们外汇会观测 这样的一个氛围又很清楚 那Rachel要不要趁这个机会 跟大家 因为时序也迈入8月了 即迈入今年的一个下半年 要不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手上 若有全球的这些主要的货币的话 下半年关注的重点会是在哪边 好我们的外汇基本上都是对美元来看 那我们就直接切到下面这三张图 这三张图啊 我以前自己在研究的时候 我都会follow这三张图 那这三张图我以前都用Excel画的 哦 那我现在就是 因为我们财电平方 就是有很厉害的工程师 所以他就直接帮我画出来 我就都不用再用Excel画了 这三张图直接就可以看得出来 全球货币的一个升扁图的一个比较 对美元 对美元 那我们切Y2D 所谓的Y2D就是 今年以来 今年以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趋势好了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以来啊 不管是欧系货币 或者是加币的走势 相对都是比较强劲的 我们就先来看欧元英镑加币这三大货币 你可以看得出来说今年以来它的涨幅啊 都有5%甚至更高 甚至到10% 像欧元今年以来涨了11%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你可以看得出来是非常强劲 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强劲呢 就像我刚刚先前讲的 这几个国家最重要的重点是 它的货币政策 今年其实从4月开始大家就纷纷的开始预期说 很有可能下半年的时候欧洲它不会再更加的宽松 那它甚至有可能会去做一些缩减资产购买的一个状况 这是欧元最主要 今年这样子来一个涨幅的原因 对 那下半年我觉得这几个货币最需要最需要观察的呢 我觉得就两件事情 是 大家一定要回来看原准会缩表的一个进度 那第二件事情是欧洲 我认为它下半年它会去做 缩减资产购买的机会不大 但是你要观察它明年非常有可能去做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所以你要观察德拉吉的谈话 非常有可能发生的一个状况是 其实欧元也涨到现在这个阶段了 美国的联准会下半年市场对它的共识 其实就是不如上半年 上半年大家有很大的共识 说今年大家会升息两次 那上半年会升息两次 上半年会升息两次 那下半年的有共识吗 我觉得共识不像上半年那么强劲 像大家不知道缩表到底是几月缩 大家不知道12月还会不会升息 这些东西大家都其实有一点不确定 所以在不确定的因素下 市场就没有办法完全的反应它 如果联准会从现在开始 大家开始预期 它可能在9月进行缩表的一个动作 我觉得欧元就很有可能 会去回答的机会 然后一直到今年年底 可能11月12月的时候 德拉吉去对明年的一个展望 去说明年可能会有哪一些缩减购债的一个计划呢 那可能欧元才会去做反弹 所以下半年你一定要观察欧系货币在这两个重点 好 第一个重点是联准会 9月的动作 对 第二个是德拉吉他会怎么谈话 好 这是大家要提醒大家的 嗯 那讲完欧美货币来讲亚洲货币 好 亚洲货币最主要我们先切日元好了 一样看今年以来的状况 其实日元啊 来看亚洲货币它其实就是在那边震荡 它是在区间震荡 它的涨幅其实一直不如欧元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的关键就是 其实我们在做日元的时候我很 挣扎 我在想说它到底 挣扎什么 我觉得它又是有一点贸易的货币 然后它又是政策的导向的货币 它在第一类跟第二类之间有一点灰色币带 对 然后它同时又是一个避险的货币 这个多重身份的货币 所以它其实就是今年以来就是在那边震荡 那日元下半年 你同样是要观察日本的央行政策的动作 但是我觉得日本的央行基本上 它不会有更大宽松的一个空间 同时它离紧缩也非常非常遥远 没什么条件紧缩 对 如果大家回去看它 总经本面 总经成绩单里面的通膨的一个数字 都排在0.1%左右 所以其实日元大概就是在这边震荡 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改变 嗯 刚刚提到的一个国家的景细循环图 攀升到第一项线 有明显的比较明显的升值的一个状况 嗯 对 那除了人民币以外 其他的亚洲货币 像台币 韩环 泰铢 马币等等 你可以看到今年以来的涨幅 其实都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涨幅 那我刚刚提到了 这几个国家的货币 其实都是 这个类别都是跟外销贸易有相关的 对 那今年以来的进出口的一个状况 其实如果大家有在follow 嗯 台湾的出口一直都是 双位数的成长非常的亮眼 对 那 这也是导致为什么 这些国家的一个弊别 它可以比较强势的因素 但是亚洲货币这边 下半年最需要关注的 不管是中国或者是其他的亚洲国家 我觉得最需要关注的是 基期慢慢的变高了 基期一直是 过去的低基期一直是 保护这几个国家骨会的 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所以Rachel讲的基期的意思是指 去年 其实2016年下半年 台湾的外销的一个表现 就慢慢的有在变高它的成长 对 那当你的一个基期变高的情况下 你就会需要更强劲的一个出口的动能 或更强劲的一个经济的动能 你的成长率才会维持在那么好的一个水准 了解 所以关键的重点就是 在接下来的可能一两季之后 整个一个基期环度的变高 亚洲的一个国家 它的出口还能不能这么强劲 这是这几个国家的货币 最需要观察的一个重点 如果它的一个基期变高 然后它的出口没有办法这么强劲 这几个国家的货币 可能就会有比较高的机会去做反转的动作 了解 手上有 大家都有台币 比较密切注意 台湾下半年的一个外销外貌的一个状况 成长是不是还有样子的力道 对 这是亚洲货币需要观察的重点 那再来讲原物料货币 原物料货币其实 我自己在看原物料货币 我会觉得非常有趣 因为这几个国家 每一个国家它相对于 搭配的原物料都是不太一样的 譬如说奥币跟巴西里尔 它搭配的是切矿沙 南非兰特它除了矿业以外 它跟黄金也很有关 绑在一起 俄罗斯卢布跟墨西哥皮索 这两个货币它跟原油比较相关 阿根廷皮索它最近为什么这么弱 除了它国家的一个政治因素以外 阿根廷主要是农产品的出口国 如果你有回来看超团币 看里面的一个农产品的一个项目的话 你会觉得农产品的基本面 一直在这一波 目前都还没有出现好转 这也是我们阿根廷货币 比较疲弱的原因 那大家也可以回来这边去观察说 每一个货币现在最新的一个走势是怎么样 同样的这边会有相关的商品 你可以去做购买 如果你有看考奥币的话 你可以有相关的商品去做购买 然后这边又会有相关的文章 然后提醒大家说 如果我刚刚讲的不够清楚 那其实这篇文章 我们M平方的团队也是写得非常非常地仔细 了解 所以这篇文章叫做M平方带你搞懂各国外汇的一个关注重点 就是刚刚Rachel大致上帮大家介绍了 全球的外汇可以分为三大部分 受到货币政策影响的 或者是受到一个外销 一个外贸的一个状况 或者是受到原物料状况也可影响的这三大货币之外 那其实这篇文章里面 也更多的 detail的去叙述 各个国家的货币应该关注的哪一些重要的指标 还有它的方向 对 OK 那讲完了外汇观测站之后 我们就来聊一聊抽码面的分析 好啊 那再休息一下 也是再呼吁大家一下 就是今天的直播过程中 你希望可以take两个朋友 然后告诉他要为自己的投资负责 有留这样子的留言 在我们的直播过程之中 就可以抽三个月的M平方的一个使用帐号 那财天云方的直播系列在倒数中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把握这样子的机会在下面留言 然后参与我们的一个活动 OK 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讲抽码面 好 其实大额交易人池仓 我在第一次的直播就有带到了 对 因为有user就是有在使用 然后他们就很好奇这个东西要怎么用 对 它其实是CFTC 就是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它同整出来的一个状况 好 那这个CFTC呢 它会在每一周的周五去统整 全美国的重要的一个期货的交易所 然后每一个大户 他们对这些的商品 到底是在看多还是看空 他们的一个进多单的一个状况 对 流产的状况 是怎么样 它会去统整这样子的一个数字 那我们以道琼来讲好了 道琼是全世界最行的一个指数吧 全世界的投资人都必须要看道琼的一个指数 对 那我们可以从道琼的这个页面看到 诶 资料来源来自CFTC 然后我们可以点进来看一下 CFTC如何呈现这样子的一个 所以这边是您刚刚提到的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他在礼拜五会公布的一个报告 大概就长这个样子 对 这个样子要怎么解读啊 他其实就是大额交易人 他分为两大重点 是 然后第一个是non commercial 就是非商业的交易人 那另外一个是 commercial 就是商业的交易人 什么意思是商业的交易人 主要商业的交易人他是 譬如说他很有可能是金融机构 或者是他可能是油商啊 或者是一些公司 他真的持有这些商品 对 他实际上真的持有这一档商品 所以他要去买期货来做避嫌 哦 所以他们是站在避嫌的角度去购买这些期货的 对 所以在这样子的角度上面 其实他常常会跟市场上面的一个看法 他其实是做反向的 因为他的重点是在避嫌 没错 那non commercial 就会很像是我们 就是我们真的很看好这个商品 然后我们就去顾多单 想投机 对 所以一个是投机者 一个是避嫌者 那你会看到这个报告他呈现的方式就是 把这些报告都告诉你 对 密密麻麻的呈现 那财经验平方其实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我们把投机者减掉避嫌者去强化 这些大额交易的人到底是看多还是看空 是 那网上就是看多 网上就是看空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 我们把那密密麻麻的数字化成这样子 历史以来的图表 真的 刚刚那个报告我就是看不太懂也不太想看 但是如果可以告诉我是 化成这个蓝色的COT的指数的话 其实我看得还蛮清楚的 2016年这以来 这个 关于道琼的一个多单 都还蛮强劲的 对 你会发现其实道琼 为什么你那么重视它 因为美股已经是全世界最强的指数了 是 道琼又是美股30大最强的公司 选出来的成分股 精选股 对 所以你会发现 当这个指 就是大额交易人 对这个 道琼的一个筹码 开始往下的时候 譬如说07年的时候 或者是在这个15年那波的一个回挡 其实它的一个 大额交易人的持仓就相对水位降低了 那其实就会有一些警讯 你会发现说 连这么好的商品 大部分都在 大部分都在减码它 对 所以这个 道琼的筹码COT 是我们会非常关切的一个指标 那目前为止 它其实水位都还是在相对的高档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好 那除此之外 在这个页面 我们还呈现了两个 比较有趣的一个部分 第一个是 我有时候很懒得点进去 我直接在这边看 你就可以看到 最近六周的一个部分 哦 因为你刚刚有说 这个美国商品集会交易所委员会 它是每一周公布 所以这上面就把六周划成了一条线 对 那你可以看到说 欸 道琼它是交易 大的交易人 它是 还是在增加的 嗯 其他的美国不是 像S&P500 NASDAQ 或者是小型股 罗兔2000 那其实在最近 是有一点点在减码的 你可以从这边直接去看出这件事情 真的很贴心 嗯 那另外一个也是 这个放大镜 这个放大镜 相信有使用的投资人 跟有使用的用户 应该都知道 它会去连到哪边 不然我们也让大家 来在下面留言好了 只要你可以告诉我们 在这个大额交易人词上的单元里面的 这个放大镜 的功能是什么 它会导到我们哪一个单元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然后一样可以参加这一次的抽奖 好 那你等一下再说吧 那我就等一下再来讲这个放大镜好了 你先讲一下大家下面有很 很好奇的一个下面的一个 红绿绿的一个红绿灯的功能 告诉大家这是什么 好 这个红绿灯的功能呢 那其实 上次有讲过 我们分为趋势跟一周 分别代表大额交易人长期的看法 跟短期的看法 好 这个趋势的运算方式呢 就是我去统整这每一个商品的大额交易人 COT的一个筹码指数 然后我去观察相对五年来看 它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就是这一周在过去五年相对来说 是目前大家是看多还是看空 对 如果是看多的话 多单水位布局比较多 比如说像稻球 它就会 绿色的吧比较长 对 了解 那看的比较空的比如说美元 可能就是会 红色的会比较长 这样子一个部分 所以它是看长期的 那一周的方面呢 就是看短期的 就是这一周的变化 它相较以上一周 是在增加的还是在减少的 然后这个增加水位如果比较多的话 比如说几个一来说加币好了 它增加的水位是多的 就代表断期 大额交易人还在增加 而长期这个加币的水位相较于过去五年也是高的 那我们其实就可以来观察说 那加拿大的货币 大额交易人的持仓 我们拉近一点来看 近五年确实是在增加的一个部分 哦 就是上一周有一个很明显的增幅之外 最近的表现在过去五年来说 也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水位 所以它会显示的一周和趋势 都是一个绿色的增比较长的一个状态 对 那大家也可以就是借时发挥 直接在这里一目了然的看得出来说 大额交易人到底现在在投资什么样的 商品 它在加码什么样的商品 那其实很贴心 一眼可以看出 全球的大额交易人大户 他们手上的一个部位跟他们的变动 对 因为我们就是不太想要看这样子的一个呈现 所以我们就把它呈现成这样子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更快速 然后更有效率 更系统性的去观察大户到底在买什么 好 那我们就来揭晓 放大镜的功能 放大镜到底在干嘛 好啊好啊 OK 当我看到道琼工业指数的一个筹码 把人的筹码的变动的时候 我就会想要看基本面的条框嘛 对 我希望筹码面可以搭配基本面的一个结合 然后去加强我想要投资这一项商品的一个掌握度 对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点来看一下美股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状况 好 放大镜就直接连接到超款人必探的一个美股 它浓缩了 其实他们都没有涨得那么快 所有企业获利才刚或前高而已 第二季应该会再上去 但是你从美股这样子来看 其实 S&P500真的是长得太凶了 那接下来如果出现回档的情况下 我到底是要加码 还是我在这个时候就要做出出清的动作 我建议大家观察这两项指标提供给大家 下半年一定要观察的指标 观察这两项指标我就知道我要加码还是出清 对 第一个指标是信用风险并查 好 这我们跟小慧也一直有提到 这一个指标啊 就是蓝色这条线 红色这条线是S&P500 蓝色这条线它有每次都能领先 S&P500超过三个月到半年出现明显的一个上升 对最近它在低档一直在增大 大家一定要去观察 这个信用风险并查它一旦出现攀升 代表的就是市场预期高收益债的违约率开始增加 那一定是风险提升的时候才会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好 所以这是大家一定要观察的一个指标 目前信用风险并查还在一个低档的状态 所以下半年密切注意它蓝色这条线有没有攀升的动作 大家就要留意每一部分会有修正 对但是它真的也是在很低档的 没错表现得很好 对但是往上的几率是不是比往下高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持续的观察一下这个指标它在的一个随位 再来第二点你一定要观察的是这个 这其实是联准会统计的一个指标 那红色的这条线是银行对企业贷款是不是做紧缩 你会发现像2000年或者是2008年这种大海啸之前 这两条线会出现明显的交叉 一个往上一个往下 红色的往上蓝色的往下 是这代表什么 代表的就是银行开始紧缩它的资金 什么时候银行会紧缩资金 银行觉得风险很大吧 我不想要铺险在外面了 那什么时候企业贷款需求会开始降低 我常常要临时备考试 什么时候企业贷款的需求会降低 可能企业发现外面的机会不是那么大的时候 他想要收手 对这个指标其实就是接下来下半年最需要观察指标 包含说联准会它的缩表 然后它的升息会不会影响到这些资金贷款的紧缩 这个指标就是一定要观察的指标 我真的觉得财经的情况 把指标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一起秀出来给大家看 真的是有它的参考的价值 我们真的可以从过去几次的海啸里面 去看到这些数据都有类似的一个规律 那也提醒自己说历史会不会再度的重演这样子 对对对那更重要的事情是 其实我们右边都写好comment给你了 其实不需要我一直在各位面前提醒 你们直播 对不需要一直直播 那我就是希望说大家也可以自己的观察这些指标 然后相较之下我们这边也会有相关的一个文章 我很想要跟大家推荐一下这篇文章 因为我觉得这篇文章它真的提到了非常非常多 下半年你一定要关注的重点 下半年最需要关注的就是 9月美国会不会缩表 或者是接下来美国进行的一连串的缩表的计划 到底会如何影响到市场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篇文章是我们M4的团队非常用心的去提到 这一次的联准会的缩表它为什么要缩表 过去的经验怎么样等等的 像大家很常的提到联准会的一个资产端 对我们常听到就是说购债的规模 要不要去做缩减啊等等之类 对因为过去联准会它买了非常非常多的资产 包括公债包括MBS这样子的资产 那大家都知道接下来联准会就是要开始 不再继续购买这些资产 甚至这些资产 到期的时候它就不会再投资去缩减资产端 大家提到的永远都是资产这一块 但是M平方在这篇文章提醒你的 最主要影响缩表会不会 应该说缩表会不会影响到经济的关键 不在资产端那在负债端 为什么负债端里面有什么东西 我们这篇文章就写得非常非常的详细 我希望大家就是有机会的话 你可以过来研读这篇文章 我们来搜寻读懂FETS缩表经济学下半年投资不恐慌的这篇文章 仔细去看下半年FETS缩表的一些details 也刚刚Rachel提到关键并不是在于资产的这个部分的缩减 关键在于负债方有一些大家一直没有提到的事情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负债端的一个部分 同时这个文章也有提醒大家在我们看懂整个一个联储资产负债表之后 你要观察哪些数据都在这篇文章 难怪我有印象有user跟我们feedback的时候 他其实在市场上读了很多财经相关的分析文章 尤其是在大家非常在讨论FETS缩表的时候 但是他发现只有财经人平方去完整的揭露跟介绍FETS的一个负债端 他的一个detail跟他的计划 台湾其实其他国家蛮多都有提到也许有负债端的一个部分 那我会提醒台湾的投资人 你可以更详细的了解这件事情 然后不需要就是新闻说什么就跟风 对大家就紧张 对对对大家可以更了解这件事情 OK那我们带到部落格 我快速的讲一下财经人平方的部落格的一个设计跟我们局 我觉得我们的部落格跟别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今天的直播要进入最后的一个单元了 所以在这边还是提醒大家 趕快take两个朋友 提醒他要为自己的投资负责 然后就OK可以跟大家这次的抽奖 好 回来讲部落格 好啊 部落格这一块呢 我们除了在总金SpaLine这里 我们会去有最新的一个市场状况的一个分析解读 然后我们会去对整个一个全球焦点去做定期的评论之外 我最喜欢的单元还是投资指标GPS这个单元 这个单元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个教学的文章 财经人平方一集就是不希望直接给投资人 希望可以教他们到底要怎么去钓鱼 怎么去观察自己手上有投资的一些商品 对因为我们真的很希望就是不是只是我告诉你们 我们指标怎么了 指标反转了 现在怎么了 而是大家真的可以就是学会怎么用这些指标 所以投资指标GPS这个单元 我们很精心的写的每一项商品 你需要观察哪些指标 像刚刚看到的日股欧股或者是黄小玉 农产品美债等等的 你都可以在这边看到这一个一个的商品相关的指标 教学文章是哪些 那这一点也是我们比较一直在强调的一个部分 我们每一篇的文章伸出来的时间 都要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去伸每一篇的文章 那也就是这样子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就是Rachel跟她的研究团队倾囊相授就对了 真的是倾囊相授 那除此之外呢 我觉得很多的一个研究报告或者是分析的文章 会有一点点的缺点是我觉得呈现方式是可以改变的 像是Pauline你以前在金融机构 在金融机构你常常会看到很多的分析报告吗? 是啊我们必须要把总部研究单位的报告 然后消化完以后再Pass给我们的客户 但是这样子的流程确实是有可以效率更提高的地方 因为研究报告再Pass到我们的手上 我们的手上再传给客人 第一会有时间上面的一个时间差 没有那么两者及时 那再来就是 诶客人好像只能够被动的从我手上里面去得到报告 那他如果自己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这样子的 总是有没有出现变化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很方便的系统可以让他直接点进来 看到最新的趋势 对所以其实M平方在做的除了给你们这些报告以外 我们同时会很希望 当你知道这个商品最新的状况是怎么样 当你知道这个商品它最近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再点进去看 就是更即时的一个部分 了解 像刚刚的那篇铁矿沙的报告 它是去年五六月写的 到现在它还是非常有参考的价值 而且你直接点到M平方的前台 你就可以看到最新的数据 现在的comment是什么 最新的状况是怎么样 等等的一个部分 这就是你希望打造财经M平方的一个部落格 把传统的一个静态一个被动的报告 改变成像这样 大家可以更主动更互动式的方式 自己来探究最新的数据在哪边 对对对这是我们很想要改变的一个使用者的体验 好那所以这也是我们自建资料库的关键 那部落格的文章都是比较长篇的 它需要我们花比较多的时间去把它产出 但是市场上面的一个资讯一直都在变 那如果大家有加入FO的会员 其实你也会发现说 你其实可以收到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独家的报告 即时的报告也都呈现在这里 好 也提供给大家 OK 那今天的直播又不小心超过了10分钟 因为Rachel做这个平台 跟她做直播的一个初衷跟目的都一样 就是请人相收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自己 学的看得懂这些数据和基本面 然后为自己投资负责 OK 谢谢大家今天就是在台湾 好像很多地方都不小心停电的情况之下 然后财经的地方没有停电 还可以顺利的播直播 然后也谢谢大家的热情的参与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那谢谢大家 大家晚安喽 拜拜